三菱溪內的櫻花盛開 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 這次原方規劃了賞櫻論茶櫻花茶會 讓民眾能一邊欣賞櫻花 一邊品嘗好茶 讓遊客們都覺得這次前來真的是不需此行 因為三菱溪最近我們的櫻花是非常盛開 那為了把這個花會結合我們露骨當地的茶葉文化 精緻的烏龍茶 所以我們三菱溪結合地方產業 特別選擇今天風和日曆的日子 來舉辦櫻花樹林下的茶會 藉此推廣我們的櫻花 也藉此推廣我們在地的茶葉文化 這次活動將三菱溪內的櫻花美景 與露骨在地的好茶結合 讓遊客們能到此旅遊時 能夠更加認識在地的茶葉文化 這次搬在山上 我覺得這邊空氣很好環境也很好 然後又剛好是晴天 所以花都沒有凋謝還蠻幸運的 這邊還蠻寬的耶 景點的地方還蠻多的 然後這邊除了櫻花之外 還有浴鏡像的滑稽 還蠻推薦朋友可以上來這邊賞花喝茶 三菱溪最近櫻花盛開 希望愛看櫻花的這些好朋友都有機會到三菱溪 因為這個花季的時間非常的短 希望愛好櫻花 而且喜歡喝三菱溪好茶的這些好朋友 都能夠到三菱溪來旅遊 愛也能夠來欣賞漂亮的櫻花 還有喝三菱溪好茶 議長何勝峰表示 三菱溪內的櫻花正在綻放 景色優美 歡迎民眾來到竹山陸谷旅遊 品嘗在地優質的茶葉 欣賞美麗的櫻花景色 記者盧宇凱 竹山陣採訪報導